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联办郑雁雄第一次检阅警队的结业会粗 在星期六 即是16号举行结业会粗的时候 中联办主任担任检阅官 郑雁雄支持 讲了一大堆赞扬警队的说话 用担国家安全重任之外 更加老调重弹地说 还有外国敌对势力企图破坏香港发展的稳定 也还有反中乱港的分子望图卷土重来 呼吁警察必须坚决有效作斗争 事实上现在你出街 不要说外国势力 外国人都找不到过 大哥 你那个香港夜纷纷 你问一下苗街商会的主席 你问一下他 他真是吊贼你都行 他什么国际大都会 是不是 过去的国际大都会 找哪一个外国人来啊 除了南亚裔人 那你一是就说印度人 或者巴基斯坦 如果不是的 你找一下多个游客 日本仔都少 那我问你 你的外国势力 别人都走了 那你是哪一个外国势力 就是你这样说的没什么意思 那当然了 敌对 就是说企图破坏香港发展的稳定 那不是的 别人都直接不用破坏你 别人不跟你做生意 不跟你做朋友 不跟你敌对 他是冷处理 最大问题就是反中乱港的分子 妄图卷土重来 外国者分子治港 连公民社会都没有了 那你就说了 哪一个妄图 可以推翻中国政府和香港 举不出 老调重弹 就是我说有就有了 我说你是就是 不过我不知道谁的 那当然 他形容香港 有28名的建策督册冊 和127名警员 结业的时候他支持 以香港卫视 国家功臣 忠诚勇艺 忠勇之师 文明之师 文明我就不知道了 总之天天见到警察犯案 天天天都有 不是非礼就强奸 不是强奸就行骗 一是就借到周身债 这些我们真的见得到 那至于 天天这样 香港 在他们治下 不知为什么特别多 就是 罪案的 打劫啦 很久没见过了 但这两年你见到的 南亚人打劫 是不是呢 跟着 砍油呢 国际大都会 那他们能不能够保家卫国 我就不敢说了 因为真的不知道 你说有 你说是 那我们都不敢说不是的 是不是 你说 他们忠诚勇 那我都不敢说不是的 因为现在香港 这个是现实来的 无论你承认不承认 也都因为这样 香港没有了自由开放 看到不要说夜纷纷 日纷纷你都看不到 大量的空谱陆续这样浮现 经济开始见了 在这里更加有一件事是要讲的 就是你郑雁雄凭什么身份 去代表警察先 虽然大家都知道看到721的时候 警察围穿黑社会 跟中联办那辆车 我明明那辆车 不知为什么会在现场 那我们只能够这样猜测而已 我不敢说你是 而最重要的 中联办是什么来的 是一个联络机构 既然是联络机构的话 那为什么你会在警队的检验一带一路 全部郑雁雄要发现 那究竟是李家超是特首 还是你是特首 而更重要的就是 我邀请他来的 希望邀请到社会 上高与警队合作 关系非常好 咦 跟你合作关系非常好 是不是721事件啊 有崇高的地位 更加说一向有不同界别的人士 担任检阅官 正常来说 中联办是应该和李家超 和我们香港的官员 就是说友好一点 至于警队 不要说三权分立 他是不应该出现的 因为不在其位 不谋其正 除非你现在说 我就是香港市委书记 小泽宜说这番说话 赤裸裸的告诉我们 中联办在香港现在 他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但是我告诉你 其实他说的错 不是重要的角色 不简单 是主要的角色 就凭这一点 讲什么一国两制 讲什么国际大都会 拜拜 无需阿斯成绩 我们为18-31岁的港人 申请工作假期签证 合资格人士 雇主愿意提供 勞工移民担保 有护理资格的港人 可以推荐雇主安排工作 扮理劳工顶居签证 无年期上限 我们亦为50岁以上的港人 申请居留签证 澳洲比英国更容易找公同入籍 无论在香港、英国、台湾的朋友 想移民澳洲 就快点找Christie啦